头地不舒服 头地不舒服 我又看到那个塔了 那塔好像两截 变成了两截了 怎么才两截呢 我看到那个塔 原来是一个 后来就这样的变成 插在里面 把它架构了 不是说有了重力以后 那个水流不过去了 变成水完地出流 那水完地出流 只能把那个塔架构了 但关键们的架构是一样的 和我们人间一样的 你架构是架构了 但是支撑力是不够了 支撑力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因为原来设计的是个 原来设计的是个 支撑多少是定好的 后来突然出现了那个重力以后 就是来个粗水不解 最后就改成这样了 分成两截 下面粗一点 上面细一点 就是架构了 架构以后 架构以后 希望通过一个落差 一个高度的落差 来让水流下去 后来终于 水流了一点点过去 流了一点点过去 流了一点点过去 但是 总共流量不大 原来这样的环境可以支撑得重一点 原来这样可以支撑得重一点 但是流不过去没有用 现在 抬高以后可以留到远处 流到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个支撑不够的时候 那近处也不够了 所以呢 能送到远处去呢 但近处也不够了 因为这里水量就少了 这么细的水量 能支撑的就少了嘛 所以你怎么搞也不够 不够送水 不够送水 所以呢 偶尔 跟他们搭配的就是送过去的 因为原来规划上说没这样 偶尔搭配的就是送一次过去 送一次过去 一下子水又没地方储存 他们也浪费 一下子都 也浪费掉了 反正 送过去也浪费掉了 反正 因为那没办法 他们没有储存的设备嘛 非洲那边 或者一下子送了多多 又把它淹掉了 反正就是搞不好 所以非洲的现状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那个外形要重新设计 银行加勒大瀑布搞完以后 也重新设计那个水的送送系统 立体的 地上 天上 同时进行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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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